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降到2900万 省政法委内定判处王位须12年徒刑 我的节目播出以后 据爆料消息说 黑龙江的相关部门马上召开会议 再查是谁泄密的 看来这则爆料消息 把他们搞被动了 让他们查去吧 狗咬狗一对毛 我们看热闹 还有昨天我提到的阴秀媒 有的网友怀疑是不是阴秀媒有这么大的能量 要告诉大家啊 阴秀媒现在是中国最有能量的女人之一 那因为她跟彭丽媒的关系 那是铁都不能再铁了 彭丽媒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颜维文 另一个就是阴秀媒 彭丽媒管阴秀媒叫姐呀 就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有多近 管阴维文叫哥 也由此可见跟阴维文的关系有多近 一哥一姐 阴秀媒呢 替彭丽媒办了很多事啊 因为阴秀媒是在东北啊 产了很多事 摆平了很多事 通过彭丽媒摆平的这些事 也收了很多钱 阴秀媒收的这些钱 他自己能独吞吗 可想而知啊 几乎啊 阴秀媒就是彭丽媒的白手套了 咱俩这样理解就行了啊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阴秀媒跟彭丽媒有多铁 阴秀媒的亲弟弟啊 叫阴慧丽 是一个画家吧 画的一半是画贵邮票 这阴慧丽呢 是在中央民族大学 混了一个什么美术学院的院长吧 习近平上台以后啊 阴慧丽就求他的姐姐阴秀媒跟彭丽媒疏通 他要当中央民族大学的校长 结果彭丽媒呢 真就帮他运作这件事了 殷慧丽呢 就升任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校长啊 他升任副校长以后 这个家伙也是贪污腐败 无恶不做 总有人举报他啊 好像干了一年 自己灰溜溜的也就辞职了 阴秀媒的弟弟殷慧丽啊 这个家伙也非常高调啊 曾经在北京的圈子里公开讲 无论是谁 只要是想升官啊 副部长以下的官 他都可以通过他姐去安排 啊 那你交钱就可以让你当官 只要副部长以下的 那你进哪个部委什么都可以安排啊 这个多么狂妄 那就是因为他姐英雄梅有彭丽媒的这个关系 那今天又收到爆料渠道的几条消息 一则消息说啊 刘源的确是被限制自由了啊 很可能要跟刘亚州一样重叛 啊 消息说呢 刘源本人的确是有一些政治主张啊 他的确是总提他老爸刘少奇提出的什么新民主主义论 总要拿新民主主义论呢 取代毛泽东思想啊 这都不是习近平所喜欢的啊 还有呢 就是他不满意习近平泄墨杀驴嘛 总是在明里暗里提习近平背离改革开放 对习近平的形成威胁 所以习近平对他是痛下杀手啊 对原话是说什么 对刘源呢 感到恐慌和不安 所以痛下杀手 随着刘源的陨落 中共已不存在黄二代 黄二代已被习近平一人代表 除了习 现在谁都不是黄二代了啊 另外一个消息呢 他就说 单中全会推迟了这么久啊 推迟的原因啊 跟什么彭丽媛进政治局无关啊 他说这都是你们海外自媒体的猜想啊 也与什么重大政策出台无关 什么所谓否定江泽民呢 什么批判邓武县呢 说这都是坊间传闻 啊 真正推迟的原因呢 是没有想好做什么和怎么做 啊 习和习家军呢 各个脑子都空白 除了口号一筹莫展 又不得不开 所以就一再推迟啊 就是没想好怎么做 做什么 所以才不开啊 跟其他人事安排什么呢 都没有关系 啊 他还说呢 后习时代啊 已经开始了啊 因为第一呢 是国内民怨呢 是建国以后最高 从敢怒不敢言啊 民间呢 现在到不言而行啊 都不用说了 现在就直接干了 啊 他说你看什么现在汽车装人 故意放火 什么冲撞政府啊 这些事件呢 此起彼伏 第二啊 是习的亲信圈走向分裂和反叛 习清洗副国级正国级的亲信即将开始 第三呢 是美国和俄国一敌一友 一个是敌人 一个是朋友啊 那这敌人就是美国了 朋友就是俄国啊 中共战队哪一边都会被 另一方弄死 表面上中立两边讨好 按理阴招乱使 出钱使坏啊 现在习再也玩不下去了 所以说习时代啊 该也结束了 习近平啊 在如何集权 如何消灭政敌 如何凌驾于党与法律之上等方面啊 他是精明的 甚至是精明过人 但关于经济危机对政权的危害和冲击的认识上啊 他又是愚蠢 甚至是愚不可及 这是一头狡诈与愚蠢参半的怪兽 冷酷无情 而致大财数 刚愎自用 而鼠目寸慌 在习近平的逻辑里 他个人的安全和整个家族的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其他的事项呢 都往后排 即使经济搞砸了也无所谓 他错误的判断 今天的经济危机与毛时代的经济凋毙都是一回事 只要把风桥经验照搬一次 老百姓啊 就会老实待在家里政权呢 就安然无让 啊 他不知道啊 今天的经济危机与毛时代的最大不同是 经济危机可以直接切换成政治危机 并对习的个人和他家族的安全造成致命威胁 我今天的爆料邮行啊 很偶然的接到了一份 我们黑龙江老家的一个农民的爆料 啊 说他是双城市兴山镇永富村的村民 说什么兴山镇的党委书记孙立峰啊 什么草原监力站的站长张鸿雨 携百余名警力警车 封锁交通 镇压百姓 多台大型机械 将我村快丰收的水道强行推毁 压入泥土 致使3800多亩基本农田毁于一旦 他们毁的是全村农民的心血 毁的是国土自然部 纳入永久基本保护农田的粮食 啊 这农民还说呢 这些农田呢 他们耕种了30多年了 向国家交过工粮大过税 享受了国家的植补和生产补贴 可是这些黑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 违背中央政策 制法犯法 强行毁灭 马上快丰收的水道 致使500万斤的优质水道埋于地下 致使永富村一夜制品 无有生活来源 无辜的百姓在当地求告无门 只判中央为民做主 将犯罪分子生之以罚 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爆料来信还说呀 政委书记孙立峰啊 现在毁快稻田之后呢 还升官了 现在担任什么双城区幸福街道办事处的主任 这个农民还挺有讲理 他说毁粮割清 自古都是杀头重罪 三国师曹操马精了 踩踏了庄稼 还得割柳头发表示一下 这个孙立峰毁了几千亩即将成熟的水道 非但豪化无存 居然升官了 双城已经混乱到什么程度了 习近平和中共不是三天亮头喊什么粮食安全如何如何吗 什么文产保供 什么权力抓好农业生产 结果下面这些当官的都拿中央的话当狗方屁 这个毁粮高手孙立峰的步步高升 说明中共中央没什么权威 下面的官员除了服务院就是糊弄他们 甚至时不时的给中共挖坑 所以中国的粮食供应在未来两三年内必出问题 这个孙立峰这个小子毁完农田了 还升官了 以后我要找点料抱一抱你 我把你扒了下去 我想你臭嘚瑟 跟农民过不去 跟老百姓过不去 有一年我回老家 我们老家那个乡的乡长 姓赵吧 跟我们一个桌子吃饭 我还训练他一通 因为我也是比他年纪大好多嘛 我出去念书的时候 他还小屁孩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小子得对咱们这老百姓好点啊 对农民好点 别的祸祸老百姓 赵县长还跟我 他还挺委屈啊 他说我爹妈都是农民 我祸祸老百姓不就祸祸我自己爹妈吗 但是这个孙立峰竟敢这么祸祸老百姓啊 这个小子可能他父母不是农民 以后我要好好抱抱他的料啊 一定把这个小子扒了下去 还有西北地区的农民爆料啊 说今年种地农民的状况啊 空前凄惨 农产品价格和往年相比大幅下降 特别是瓜果蔬菜类的 简直惨不忍睹 他说他们附近有农民承包土地啊 种了150亩亩西瓜 西瓜价格极低 导致农民夫妇寻短见了 他说现在西瓜就几毛钱一斤啊 农村集市上10块钱可以买俩西瓜 我看国内的新闻呢 现在中原还是干旱啊 大家看这个天气预报的图 从现在起10天以后啊 从14号到24号啊 中原地区啊 没有什么雨啊 干旱还会持续啊 这个中央年呢 就彻底完蛋了 江南呢 现在沿海一带呢 反而是下大暴雨啊 有旱有烙 那么广东 福建 广西啊 现在是下大暴雨 这汗的汗来 烙的烙啊 这老百姓肯定要受贫穷了 农业是完蛋了 那中共就彻底完蛋了 西方七国集团G7刚刚结束了他们的高峰会 西方七国啊 向中国发出了迄今未止最严厉的警告 宣称北京对莫斯科军事工业基础的支持 使俄罗斯能够维持其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 西方领导人警告啊 要对中国实施最严厉的制裁 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银行金融系统进行制裁 西国集团领导人还强调了他们所说的 中国对全球经济构成的安全威胁 包括在电动汽车方面的产能过剩 以及贸易政策 欧盟啊 星期三已经宣布加征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的关税 税率最高达到38% 早前呢 美国已经把对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关税翻了两番 增加到百分之百 并对中国的钢铝产品 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大幅加征关税 经济学家管清友啊 发帖警告 中共的基层财政几近崩溃 我已经在节目上讲过了 管清友的警告啊 引发舆论反响 网络上随后曝光了一份 中共各机关单位及企业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表格 显示截止到2023年啊 中共国家机关单位公职人员已经超过4800万人啊 将近5000万啊 针对目前中共当局的救市政策 有分析指出 中共还在一如既往的走向债务风暴 所有的经济措施不是在想办法给全社会降杠杆 而是发了疯一样的给全社会继续打鸡血 让政府企业和个人继续加杠杆 这就是向着悬崖狂奔义无反顾 中共公布吃黄粮的一共有4800多万人 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 有网友惊叹的吃黄粮的人员太多了 难怪基层财政撑不住了 也有网友直指问题的关键是缺乏监督机制 所以再多的钱也不够花 中共的党务系统依附于政府体系 由国家财政把一个政党庞大的系统养起来 实际上就是掠夺老百姓的财富来供养特权阶级 全中国的党务官员什么党委总支支部 各省市什么县委书记党办大大小小的官和兵 本来就无权吃官响 而是必须吃党响 你党养党吧 你不能让老百姓养着你一个政党 全中国前前后后几十亿人 有谁同意过 他们该从老百姓的饭碗里套入式的 应该把那些专职的党员干部全部精简掉 放进街道里面字幕生路 可以为党工作 党费养活吗 国家不能养活他们 那样的话国家的财政就会有盈余了 无独有偶 在网上一段视频中 一位女子询问手机中的GPT 未来中国有哪些泡沫会破裂 ChatGPT给出了分析预测 未来中国有七大泡沫即将破裂 请务必小心避免掉入陷阱 这七大泡沫分别是房地产 黄金 电动汽车 钻石 白酒 茶叶 翡翠 有分析指出 中共财政收入大致反映了中国今年的GDP 尽管GDP依然在增长 但财政收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 经济形势并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 还有分析认为 在当今困扰中国诸多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中 最根本的是信任问题啊 更准确的说是缺乏信任 对中共政权失去了信任 比起触目惊心的房地产危机 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赢回这种信任 从这方面看 中共已经走到了穷途恶路 欢乐环节 请看视频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